新臺灣星光大道 看到日本新上任的首相 才沒上幾天就被揭發說 他收受韓國人的捐款 就韓國人在日本做生意的捐款 因為依照日本法律 不能收受外國人捐款 所以 但這個風波好像過了 因為好像不是價值很多 應該不到台幣 不到幾萬塊 但是也是很大風波 因為日本是手法 其實臺灣一樣 當我們來檢驗蔡主席 民進黨千萬不要難過 等下下班到我們會檢驗國民黨 是一樣的 都很公平的 都一定很公平處理 監察院今天公報了 因為我們知道 就蔡家有個傑森公司 蔡傑森就是他的令尊諾 現在已經叫富泰公司 就是說我簡單說 如果一個公司是虧錢的 不賺錢的 他還捐政治先進的話 是未完法律的 所以這個有法律術語 等一下我會請國洋解釋 但是這個顯然給蔡主席很大麻煩 也就是 建政院公報說 有累積虧損尚未依規定 彌補之盈利失業 不得捐贈真正先進 有時候公司虧本還捐贈真正先進 違法 所以 對這個傑森公司 罰還一百萬元 那同樣的民進黨 他也是 就是收受後 未依法查證 並依現辦理腳庫 違反 末路 一百一十三萬六千 也就是 簡單說 如果一個組織收受 某個已經虧損公司的捐款 兩面都要划 很簡單講 事成這個事 其實我覺得我們檢驗政治人物 如果道德標準應該一致的 如果你是低道德標準 就一路低道德標準 如果你是高道德標準 就一路高道德標準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是不變的原則 所以我們對於總統副總統參選 道德標準要非常高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必須要 必須要講 像是 剛剛嘉靖已經在說這是合法 可是怎麼看就不像農舍 他怎麼看就挺豪華 怎麼看就不像農具住的 那我跟你講 一般的農民會蓋這種住宅來住 我覺得這個是現在到處都是 可是如果說你要當一個 副總統的參選人 基本上這種事情以前不要做 做了你就要說 不好意思 我做了 這不是 我們現在要怎麼改正 不要再繼續解釋 我就解釋下去 我覺得這樣子 其實他合法 我覺得應該沒有什麼 或許還有這個討論的空間 是 你說觀瞻問題是不是 對 最重要是說 但是如果合法的話 你這個觀瞻是道德問題 不是 你就鑽縫了 你就鑽縫了 你懂我意思嗎 鑽這個法律的縫 這樣子就是 除了觀瞻問題 當然我不曉得 在法律上面有沒有另外的問題 他們講這個 這個小營主席這個 捐給民進黨這個 節省公司的問題 他虧損了 然後再捐給民進黨 然後民進黨不知道不知道 我覺得這種都是瓜田裡下 不應該 你知道嗎 當然我不是指控誰 有些捐獻是假的你知道嗎 是沒有捐的 是為了節稅 但是我不知道 所以基本上我們對於這些人 都應該用最高的 我記得有一次 螞蟻南的中國化學 為什麼被罰款 因為它涉及跟台北市政府 之間的一些交易 然後認為說 這個因為有關係 所以說後來就被罰了 我覺得罰的應該 為什麼 你就沒有避嫌對不對 因為雖然你在 螞蟻南在裡面 雖然不是擔當什麼營業職務 可是因為有跟馬英九 這樣的關係 跟台北市政府 又有這樣的跟商業關係 所以是不可以的 我們用這樣的標準來檢視 所以這個東西 基本上我認為說 不應該有發生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 而且它是小英爸爸開的公司 更應該注意法令的規定 當然我們知道是 等一下大家一起回應 好不好 我知道你發言一定想發言 我就可以理解 要舉手 國良 我想 因為你是財經理員 你也在學校攻讀這個 財經法的專業 純粹這件事情 當然監察院一定是依法處理的 不管是傑森公司或民主黨都被 一個是華環100萬 華環20萬 末路113萬 已經法律程序實行完了 所以這件事情 到此為止嗎 還是後續會影響整個 類似這個龍舍一樣 還有後續跟它 搭三人一直搭下去 你的判斷 這個如果是發生在 一般選市議員 或者是有些 一般素質的立委 這就算了 沒有關係 但這個是傑森公司 也就是蔡英文爸爸的公司 那蔡英文爸爸如果過世以後 依照民法的繼承來說 他的媽媽如果繼承權 不管怎麼樣 一定是落到蔡英文 跟他的子女 如果沒有另外的繼承方式 所以這個傑森公司 我們必須要講就是說 反正我每次在 我是覺得那個佳經 每次我講話 我不管講什麼 蔡英文就一直搖頭 一直搖頭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可以 不管你在講什麼 對或不對 我們就專心聽 然後專心話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蔡英文身為民進黨主席 以及總統的競選者 他知不知道傑森公司 做這筆捐款的事情 還有他知不知道 傑森公司的財務情況 不能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這個很明顯的是 蔡英文家裡的公司 因為他叫傑森公司 或者是 這傑森公司的股東是誰 我們也可以來討論 如果說他叫傑森 可是跟蔡傑森 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沒關係 或者是他叫蔡傑森 但是現在股東成分 跟蔡英文家族 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是沒有關係 我們只是批評說 如果是蔡英文家族的公司 我家族也有公司 照理說蔡英文 你可以說我都不知道 所以這些人都是笨蛋 他捐了一個不清楚 可是就是因為你是總統候選 你各應該格外的注意 我不是說這個 有很嚴重的責任 就是說不是 可是我們剛剛也有講 就是說你捐了 如果你是以總統的規格 來做這樣 家裡的公司來做這樣子 這樣是不對的 但是我們知道現金 最近也有很多的捐獻 假如他們並不是有做 這樣子的捐獻 但是就是說可能是 如果別人有捐 這個發票拿給他去抵稅 這樣就不對了 我相信也不一定是這樣 所以要講清楚 如果說這個是真正 蔡英文家裡的公司 而且蔡英文也知道 這個家裡的公司的情況的話 做這樣子的捐獻 是很不應該的 因為這個就是違法的捐獻 因為它是虧損的 這個其實在2008年 在民國97年 我們大家都經歷過了 什麼柯總召 所有的立委 藍營的 我每個人都碰過 可是就是因為那一陣子 大家都學乖了 就很清楚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 在這個部分 如果我們大家要討論的話 應該要把蔡英文 對這件事情的認知的程度 由我們這邊的發言人 謝謝她都沒有再搖頭 這好好來講 我們也聽聽看她講得清楚 我來解釋一下 因為家謙習慣讀英文 我是習慣讀中文 所以這樣 這習慣問題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舉日本首相做例子 他支持肚子有5% 他做完也沒想到做到首相 馬上被檢驗 他以前當議員就是 一筆收到一個韓國人外國人捐款 想都沒想到 當然我不是說蔡主席是不是這樣子 會不會你解釋一下說 這個事情你怎麼看這個 因為你也是對司法 司法了解 你這個事有沒有違法 但已經處罰了 不 這個當然對蔡英文主席 對民進黨而言都說 我們怎麼關一個錢 也還可以用錢 但是剛剛法律的規定 剛剛主持人已經介紹過了 因為其實這個是監察院的這個裁法 所以基本上並不是 蔡英文個人被檢驗的最主要的 蔡英文跟他的父親蔡傑森 和他的家族 關於生技產業的部分 之前邱毅委員已經質疑過了 後來沒看到 不知道有沒有告 應該繼續告到底了 邱毅只要質疑總統 就是蔡英文候選人 告他 質疑 邱毅對不對 反正邱毅跑把院經驗很豐富 再多不籌是不是 對… 幾個案子一起告這樣子 一起跑 因為蔡英文他這個捐款部分的話 我覺得 如果國民黨去追打這一點的話 反而相對比較不利 因為去年國民黨的股力 不是股票 股票的利息 就29億了 你去跟人說這個 其實我是覺得那個 終於大哥我講一下 因為我想我坐在嘉興議員旁邊 應該是沒有聽錯 他說蔡英文已經看過 蘇嘉全農舍的相關資料 選舉就是要知己知彼 才能百戰百勝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我剛剛的質疑 其實嘉興議員有回應就是說 其實他是知道的 就是其實蔡英文是知道這個事情 本來不曉得 知不知道已經無所謂的 所以觀眾朋友 我的結論是這樣子 就是蔡英文替蘇嘉全背書 這樣對不對 應該對啦 那蔡英文認為這是農舍對不對 對啊 如果不是農舍的話 那要怎麼背書呢 終於大哥我有沒有擴張解釋 沒有吧 我都在嘉興議員講的方法 那這樣子 這個已經決定了說 民進黨就背著這張照片去選 國民黨你們也不要拍什麼廣告 浪費錢 文宣就用這張照片就好了 說這個叫做農舍 其實我是很遺憾 就是說蔡英文主席竟然選擇 那我就維護我的副總統候選人 然後睜著眼睛說瞎話這樣子 其實很令人遺憾 休息一下 我就讓嘉興議員他黨的發言 來針對農舍 以及政治獻金 我是很好奇 這政治獻金這個狀況 蔡主席被法是 是不是普遍現在大家都被法 還是只有單一個案 如果單一個案就很難講 回來請嘉興發言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